大家還可以不可以晚安全日 歡迎來到雨後陽光Raymond 汪友的直播節目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記得將這個台和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跟大家談談伊朗的問題 哈梅內伊昨天 他又出了聲 他警告 說 以色列 將會對以色列的襲擊 做出毀滅性的回應 因為之前 以色列 還擊了伊朗 以色列炸了伊朗 一些是軍事目標 包括 防空導彈的炮位 那麼 哈梅內伊 他是昨天才發佈這個言論的 其實 以色列在10月26日的時候 襲擊了伊朗 哈梅內伊 他在他的演講裡面 沒有明確表明 是伊朗 自己會反擊以色列 他就說 代表 伊朗的 國家 以及 反對 伊朗 以及他支持者 作戰的部隊 就會作出回應 現在當然 在中東 有一些民兵組織 是伊朗支持的 包括在黎巴嫩的真主黨 在加沙的哈馬斯 在也門的胡塞武裝 以及在以色列 都有些伊朗的代理人組織聯盟 當然 對伊朗來說 這些組織 投射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 也就是 某程度上 伊朗有事的時候 就找他們來擋 那麼 終於 哈梅內伊的伊拉克 10月派民兵組織 盧賈巴真主黨 他的政治委員們 政治委員會的成員 阿里拉米 他就說 現在和伊朗 充分協調 正確保 這個襲擊會成功 那麼伊朗呢 就是有權 在他的地區 即是中東地區 任何地點 進行補復 那麼這個 阿里拉米 他還說 他的組織 認為這次襲擊 會 增加 發生更加廣泛衝突的可能性 那麼 那麼現在中東的聲溫 其實對 快要收工的拜登政府 都會有麻煩的 因為拜登 他現在還在找 布林肯 那些 走去 黎巴嫩 以及加沙地帶 那裡 搞一個停火協議 還有 美國 還有大概 2500個軍事人員 仍然在伊拉克 那麼伊朗 跟以色列之間有衝突 就有可能 令到 美國的軍事人員 有可能 就會捲入這個戰鬥 那麼 跟美國跟伊朗 都有外交關係的 伊拉克政府 就說 現在努力緩和緊張的局勢 防止伊拉克 成為地區競爭對手之間的 戰鬥場所 他們只是口頭反對 他們沒有實際的能力去反對 為什麼呢 因為 其他那兩個正在打架的人 即是美國佬 以及伊朗 在這一刻 美國和伊朗都有關係 有外交關係 但是 在伊拉克的領土上面 又有美軍 又有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又是什麼什麼真主黨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叫做 盧賈巴真主黨 就是伊朗支持的 伊拉克的總理 蘇達利 他的顧問叫做 沙瑪莉 他就說 呼籲國際社會 承擔起責任 並且履行職責 防止這個地區發生意外戰爭 伊拉克 指控以色列 利用他的領空 向伊朗領土發射飛彈 伊拉克的政府 上個星期 向聯合國安理會 提出投訴 那麼 那麼 這個呢 以色列 他就 還未證實 自己在攻擊伊朗的時候 利用了伊拉克的領空 那麼 那麼 以色列 襲擊伊朗的目標 就是防空系統 以及 飛彈生產的設施 知道的事情 就是有四個伊朗士兵 就是 在以色列的襲擊裡面喪生 那麼 有些分析人士就說 伊朗就可能 計劃利用 這個伊拉克作為發動攻擊的發射台 有可能是為了避免承擔責任 或者是令以色列的反應複雜化 就用這個方法去做 那麼 那麼 以色列對 加沙哈馬斯 和黎巴嫩 珍珠黨的打擊 到現在都持續 那麼 但是伊拉克他們那邊的民兵呢 現在有可能 就參加了 這些戰鬥 那麼 如果是就糟糕了 那麼 那麼 以色列呢 剛剛 不久以前 就 炸了 加沙的小異麻痺症 疫苗接種中心 有六個人受傷 那麼 以色列呢 是連這些 即是援助的設施都照炸的 其實就 那麼現在 在 這個加沙地大 這個 哈馬斯就被削弱 真主黨呢 也都 面臨巨大的壓力 伊朗呢 對 這個 以色列呢 就沒有優勢了 現在看到就是 這個呢 就是 根據美國方面 的 加州海軍 研究院 國家安全事務教授 他們 他們那個 教授的說法來的 這個教授呢 就叫做 奧斯托瓦爾 他說 伊朗這個政權呢 是 比之前 更加孤獨的 那麼其實 以色列和伊朗呢 今年4月就已經開始 即是有戰鬥了 那麼 4月的時候呢 就是以色列 對伊朗駐 大馬士格領事館的 伊朗高級指揮官呢 就發動空襲 然後呢 就整死了那個 高級指揮官的 那麼 伊朗呢 第一次直接攻擊 以色列 有史以來 第一次直接攻擊 以色列呢 就是向以色列 發射了幾百顆飛彈和無人機 接著 以色列呢 7月的時候 就在德克蘭呢 就是 這個又是 以色列呢 就表示了 它那個情報機構的能力 他在7月的時候呢 就在德克蘭那裡 殺死了哈馬斯領導人 哈里亞 接著 9月的時候呢 就殺死了這個 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盧拉 接著 伊朗呢 10月1日 就向以色列射了 大概 200顆彈道飛彈 但是 以色列是截了大部分的 那根據 剛剛我說的 就是加州海軍研究院 那個 國家安全事務教授 他的分析呢 就是 以色列和伊朗呢 現在呢 處於一個美資領域 但是 以色列的勝算是大很多的 因為以色列呢 有美國支持 還有呢 有更加現代化和先進的軍事力量 如果呢 伊朗再一次發動大規模襲擊 就會迫以色列 採取另一次破壞性的反擊 這個呢 就不是對伊朗有利的周期來的 那麼 以色列的軍方官員呢 他就說 星期六呢 就在尼巴嫩那裡 就 他們的偵察隊 就捉了一個 他們 聲稱是 真主黨高級特工的男子 那麼 那麼 這個 嗯 就是 要求 匿名的官員呢 他就說 這個 真主黨高級特工的男主 是所在領域的專家 在一次特別行動裡面呢 就被以色列精銳的 海軍部隊呢 就在以色列境內 逮捕 那麼 嗯 就是 這個 這個 就是 在這個 黎巴嫩那裡 就是 這個 在黎巴嫩那裡 逮捕了他 我先說清楚 在北黎巴嫩的地方 逮捕了他 然後呢 就帶了他去以色列 就是這樣了 那麼 現在 黎巴嫩那邊就說 現在正在調查這件事 對 對 那麼 現在 參與 這件 調查的 敏感 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呢 就說那個男子呢 就是一個 海軍上衛來的 就在那裡接受訓練 那麼 現在因為 這個 情況比較敏感 就要求匿名 那 那麼 爆了那個男人 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 Immat Hars 叫做 阿姆哈茲 就是一個黎巴嫩的海軍軍官 那 那麼 就是 星期六的時候 以色列都拉向了警暴 為什麼呢 就是黎巴嫩方面 射了很多火箭和無人機 過去以色列那裡 那麼 根據以色列的警方的數字呢 就是 有十九個人在攻擊裡面受傷 那麼 至少 一支火箭就落了去Tira那裡 Tira 就是 主要就是 就是 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 就住在那裡 為什麼會這樣 多人會受傷呢 當地人 Muhammad Harskiya 他就說 因為 就是 阿拉伯社區 就是以色列 他們是以色列國籍的 那些人 阿拉伯社區 沒有公共的防空洞 那麼 這個 Muhammad Harskiya 他就說 你看看猶太人的社區 就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就是 他 就算是同一個州 同一個國家也好 猶太人的社區 就一定有防空洞 但是 阿拉伯 就算他是以色列國籍 他都沒有防空洞 是沒有這些設施的 Anyway 你說 伊朗一定沒有優勢 我的看法也是 他們的技術 各方面 太落後 還有 他們沒有辦法 用人海戰術 那些 因為都不是 打地面戰爭 過去幾十年 有很多事情變成了 那麼 看到的事情就是這樣 知道 以色列繼續炸 加沙和黎巴嫩 那麼 造成的傷亡 到現在 看到的事情 都知道是很嚴重的 很殘忍的 其實打仗 雙方都是殘忍的 那麼 那麼 現在 根據 以色列 軍隊的說法 就是 嗯 昨天 就大概有 一百個 projectiles 你當作是火箭也好 無人機也好 就由黎巴嫩那裡飛了過去 以色列那裡 那麼 現在 都是麻煩的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以色列那些殖民者 就去襲擊巴勒斯坦 的 就是 襲這個 橄欖的勞工 在這個 約旦河西岸那裡 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 那麼 他們那些 那些 襲 這個 橄欖的人 其實應該也是 就是 就是 以色列人 請他們去襲 有一部分 是 那麼 知道的事情 就是 那些以色列的殖民者 就偷了 他們襲了下來的 橄欖 以及偷了那些 霧龍的工具 所以這裏都是黏黏的 就算了 算了 那我講到這裏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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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